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美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选择理想大学定位与申请策略 二、文化适应与交流,融入美国校园生活 三、安全第一、留学生的个人安全指南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选择理想大学定位与申请策略 当然,选择理想大学这件事 就像是在超市里挑选牙膏一样 选择太多,反而让人头疼 但别担心,我在这里就像是那个站在牙膏区域的专家 帮你分辨哪个牙膏能让你的未来更加闪亮 首先,我们得明白,大学不是一所房子 你不能仅仅因为它的外观漂亮就买下它 大学是一个经历,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所以,定位理想大学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自己 这就像是在镜子前,自言自语 我是谁?我想要什么?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的书虫 那么一个研究型大学可能更适合你 如果你是社交达人 那么一个校园生活丰富多彩的大学可能更能满足你 接下来就是申请策略了 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参加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你需要武装自己,准备好所有的武器 成绩单,推荐信,个人陈述,标准化考试成绩等等 每一样都像是你的盔甲和长毛 保护你,同时也让你在战场上更加出色 但是,别忘了,大学申请也需要一点点的幽默感和创造力 想象一下,招生官每天要浏览成百上千份申请材料 如果你的材料中有一点点闪光点 比如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者一个创新的想法 那么你就能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 有趣的故事 哦,我有一个 有一次,一个学生在个人陈述中写道 他的生活目标是成为一名时间旅行者 探索历史的每一个角落 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 他对历史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 结果呢 他被一所顶尖的历史学院录取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 时间旅行,目前,是不可能的 但这个创意展示了他的个性和对所深情领域的热情 最后,记住 选择大学就像是选择人生伴侣 不要急于求成 慢慢来,考虑清楚 最终你会找到那个能让你心动 同时也能让你成长的地方 祝你好运 未来的大学生们,愿你们的深情之路 既充满智慧,也充满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文化适应与交流 融入美国校园生活 当然,融入美国校园生活这个话题 就像是尝试在汉堡里加入筷子一样 既有趣又充满挑战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文化适应的那些事 美国校园,这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 你会发现比比萨饼上的配料 还要多样的学生群体 在这里,你可能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 他们的背景和你一样多彩 但是,要想在这个环境中融入 你得学会几个基本的美国校园生存技能 首先是自我推销 在美国,谦逊是美德 但适当的自我推销同样重要 你得学会如何在课堂讨论中大声发言 即使你的内心可能比小鹿还要乱撞 记住,这里不是只有你的成绩说话 你的声音同样重要 然后是时间管理 美国学生的日历比总统的日程还要满 他们可能在上课,做一工 参加俱乐部活动 打工,锻炼,社交 这一切都要在24小时内完成 所以,你得学会如何在咖啡和能量饮料之间找到平衡 以保持你的社交和学术生活 接下来是体育精神 在美国,体育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它几乎是一种宗教 即使你不懂美式足球为何要用手抓 也得学会在比赛日穿上校队的颜色 和大家一起呐喊助威 这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也是融入的一个快速通道 至于交流,你会发现美国学生喜欢直来直去 如果你来自一个更倾向于含蓄表达的文化 这可能需要一些适应 在这里,如果你不同意某个观点 可以直接说出来 只要你保持尊重 这种直接性是交流的一部分 也是学术自由的体现 有趣的故事 哦,有的是 比如,有个来自东方的学生第一次参加派对 他以为这是个讨论学术的聚会 于是带着笔记本和笔来到现场 结果发现 这里的派对其实是音乐、舞蹈和社交的同一词 他的笔记本最终被用来收集新朋友的联系方式 而不是笔记 最后,记住 融入新文化是一个过程 他需要时间和耐心 就像学习骑自行车 一开始你可能会摔几脚 但最终你会找到平衡 所以,穿上你的头盔 准备好享受这段旅程吧 毕竟,这是你的美国校园生活的冒险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机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安全第一 留学生的个人安全指南 各位亲爱的留学生们 欢迎来到安全第一 留学生的个人安全指南 这门别开生命的课程 我是您的导师 同时也是一位时光旅行者 专门从古代穿越而来 为您提供一些跨越时空的安全建议 当然,如果您期待我能教您 如何用古代武术对抗现代罪犯 那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 但别担心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同样精彩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知己知彼 在古代战场上 了解敌人的动向至关重要 同样的,在您的留学生活中 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 文化习俗和安全常识 也是保护自己的关键 比如,您知道 在英国过马路时 要先看右边吗? 或者在美国 即使是在人际罕至的街道上 闯红灯 也可能会吃上一张罚单 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是预防剩余治疗 在古代 城墙和护城河 是防御外敌的物理屏障 在现代 虽然我们不需要挖户城河 但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安全防线 比如 不要随意透露个人信息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 记得 晒出你的新MacBook 或者那张演唱会门票 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注意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随机应变 在古代 如果你被困在敌军包围中 那么你需要机智和勇气 来找到出路 在现代 如果你发现自己 在不安全的环境中 记得保持冷静 迅速找到 最近的出口或者求助 无论是火灾 还是其他紧急情况 了解 如何使用消防器材和急救设备 都是非常有用的技能 最后 我们要强调的是团结就是力量 在古代战争中 士兵们通常会结成方阵 以互相支持和保护 在您的留学生活中 建立一个可靠的朋友圈 也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遇到困难时的求助 还是分享安全小贴士 朋友们都是您宝贵的资源 在此 我要提醒大家 虽然我们用了一些幽默和历史比喻 来讲述这个话题 但个人安全绝不是儿戏 请认真对待这些建议 他们可能在关键时刻就拟命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记得 无论你身在何处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现在 我要回到我的时光机去了 下次再见 希望你们都能平安 快乐地度过留学生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实习与就业 规划美国职业发展之路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谈谈 在美国规划 职业发展之路的艺术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实习 是你职业生涯的前菜 它可能不像主菜那样丰盛 但它绝对能让你 对即将到来的 职业盛宴有所期待 实习的关键在于 品尝各种不同的菜式 以便了解你的口味 你可能会发现 尽管你一直以为 自己会喜欢金融界的鱼子酱 但实际上 你对编程的巧克力蛋糕 情有独钟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就业 这是你职业生涯的主菜 在这里 你需要更加专注和投入 你已经尝试过各种前菜 现在是时候 决定你想要的主菜是什么了 但记住 即使你点了一份主菜 也不意味着你不能再尝试其他菜式 职业发展 就像是一场无尽的美食节 总有新的机会和挑战等着你 在规划美国职业发展之路时 记住以下几点 一 建立人脉 这就像是在餐厅里 认识大厨和服务员 他们可以在你需要时 给你提供特别菜单 Linking和行业会议 是结识这些大厨和服务员的绝佳场所 二 终身学习 想要保持你的菜品 新鲜和有竞争力 你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烹饪技巧 这可能意味着参加工作方 在线课程或者追求更高的学位 三 灵活适应 有时候 餐厅可能会突然改变菜单 同样 行业趋势也在不断变化 保持灵活 愿意尝试新的角色和行业 就像是愿意尝试新的食物一样 四 个人品牌 你的个人品牌就像是你的招牌菜 它需要独特且吸引人 确保你的简历 求职性和在线形象 都能准确地反映你的专业技能和个性 五 实习经验 不要小看实习的力量 它们就像是厨师在成名前的试验品 可以帮助你积累经验 建立人脉 并且有时候还能转变成全职工作的机会 最后 记得职业发展不是一场素食体验 而是一场需要耐心和策略的美食之旅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不那么美味的经历 但每一次尝试都是成长的机会 所以 借好围裙 准备好你的味蕾 开始你在美国职业发展之路的冒险吧 记住 每个成功的故事 都是从那些勇敢尝试新菜品的人开始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毕业后的选择 留美还是回国 亲爱的学子们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你们可能正面临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难题 毕业后是留在美利坚和中国 还是回到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个问题 就像是选择吃披萨还是炒饭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 但无论如何选择 都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挑战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留在美国 想象一下你可以继续享受星巴克的咖啡 周末去看NBA的球赛 或者在感恩节吃火鸡 直到你几乎变成一只火鸡 美国的工作机会 多如牛毛 科技公司 金融机构 学术界都可能向你敞开大门 但别忘了 这里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你可能需要比在国内更加努力的工作 来证明自己 而且 如果你不喜欢处理签证和移民局的事务 那么留在美国可能会让你的头发 比预期的更早变白 另一方面 回国则是另一番风景 你将重新融入熟悉的文化 享受家乡的美食和老朋友重聚 在国内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有很多令人兴奋的职业机会等着你 你可能会在国内的公司中快速升职 或者在某个领域成为真正的专家 但是 你也可能会怀念美国的开放空间 和那些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无论你选择留在美国还是回国 都有一些不变的真理 首先 无论在哪里 你的成功都取决于你的努力和才能 其次 无论在哪里 生活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你可能会遇到文化冲突 职场竞争 甚至是找不到合适的辣椒酱 来满足你对家乡美食的思念 最后 记住 无论你身在何处 你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份子 你的成就也将成为祖国的骄傲 所以 不要太担心你的选择 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都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了 只要记得 当你成为世界各地的精英时 偶尔也要回头看看 那里有一群等待你的故事和笑容 所以 亲爱的学子们 无论你选择留在星条旗下 还是回到五星红旗的怀抱 都要记得 人生就像一场大冒险 而你 正是那个勇敢的探险家 祝你一路顺风 不论是在硅谷的电路板上 还是在长城的砖石间 都能留下你自己的足迹 最后 我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对于选择理想大学 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建议 你们在融入美国校园生活中 遇到了什么困难和挑战 你们对于个人安全 有什么样的担忧和建议 你们在实习和就业过程中 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故事 你们对于留美还是回国 有什么样的疑问和矛盾 无论你是一个 即将面临这些问题的学生 还是一个已经经历过的人 我都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话题 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智慧 最后 祝愿你们在选择大学 融入校园 保持安全 实现职业发展 和决定毕业后的去向时 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愿你们的人生充满美好和乐趣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